主料,韭菜400克,猪肉300克,面粉500克,水,辅量,盐10克,酱油5克,花生油10克,韭菜洗净备用,面和耗性发30分钟,韭菜切碎,猪肉剁碎备用,加入花生油,盐和酱油,搅拌均匀备用,饧好的面团搓成长条,揪成剂子,改成饺子皮,包好,包好的饺子,锅内加水, 看后下入水饺煮熟,成品,烹饭技巧,韭菜线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和香料,只是放点盐和酱油就好了,韭菜本身的鲜味和辣味,就能代替味精和大葱,什么都不放更能体现韭菜的鲜味,韭菜饺不需要煮太长时间,时间久了韭菜就会煮老了,就不鲜了,我们吃的就是韭菜的鲜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